消毒人員全副武裝隊病床門連仔細消毒 就是因為桃園這間養護機構出現國內首例 長照護理師確診個案 你們在這邊會不會很擔心啊 都會連帶關係之類 那是不同機構 我們一樣要再做一次 有關住宿型長照機構的防疫演練 讓所有的人員知道 該怎麼樣子進行所謂的SOP 就因為找不到感染來源 讓全台養護機構繃緊神經 桃園市台南市宣布 4月底前針對住宿市機構 全面禁止探病 另外新北市鼓勵以視訊探病代替 台北台中採取實名制 嘉義市雖然以實名制為主 但建議戶外探病每天一次違憲 那我們院內的話 也會主動的收集一些院民 在院內的一些影像 主動回傳給家屬 危急的絕對不是只有 病人本身包括是家屬 每一個人來這個環境 其實都是不安全的 都是這樣子十幾個 十幾個案例的增加 我們會擔心 所以我覺得視訊 真的真的是不得已 終的不得已 提高警覺掌握接觸史 除了長照機構加強防範之外 各大醫院更是不能掉以輕心 新北桃園 彰化 台中 台南 都禁止一般病房探病 陪病人數一人為限 以馬接醫院為例 加護病房成人限制探病三十分鐘 兒童則是十五分鐘 台南稱大醫院燒烫中心探病 不能超過一個小時 加護病房則是三十分鐘 不想草木皆兵 但建立堅強的防疫網 已經是當務之急 歡迎新聞陳原位 陳明葉伊力婷 桃園台南報導 馬避免